現在有很多很多的這個 精油的選擇 太多選擇 要不是要擦也很大 對 要不是那種專攻精油 我根本不曉得怎麼選 對 那其實一般的話很簡單 精油的選擇的話就是 我們又看嘛 就是說它有沒有 然後它有沒有 然後它有沒有它的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像一般房間就是 會有很多人會說 就是把精油滴在衛生紙上面 對 然後如果有沒有 就是有油漬的話 就表示它不是好的純的精油 可是其實因為有些精油原則上 它本身它就是帶有顏色 那例如說像這個是 我前幾天做的 例如說像德國洋柑橘 它本身就是帶藍色 它起來就會 一定會有一個油印在這邊 那你看像薄荷幾乎就是沒有 活手乾跟廣闊的部分 都還是有一點點 真的耶 所以其實也不能說這樣分辨 對 那其實我覺得說 純的精油 好的精油 它味道一定是不是 持續很久的 對 它一定會淡掉 如果說它一整天 它的味道就是 從早上到晚上 到香精了吧 對 那它裡面一定是有定香氣 或是它裡面就是會添加香料 那再來的話就是選擇好的品牌 其實就真的很重要 像我們在捷克原廠的部分 我們在當地有將近有一個 將近30公頃的有機的花園 那花園裡面種植的這些花花草草 就是拿來做這些產品的原料 那其實像這裡面的話 就是我們擁有三項的一個認證 有機的種植 有機的採收 跟有機的保養品的部分 週一 週二 晚間九點 看一下嘛 姐妹站出來